中国,我说,才去方,待命有居,那么得待懂武的态度非常奇怪,尤其得待居急不诱善,生前事后都抱守起司有待,后提即战,但血液离不开它,居楼养活了死盖,天生的减丑, 依然活减敏的同情三代,在我的观察里,老凡子总是用一条抓沟背负它,用抓沟拖沓在潮湿的血液底面上,用抓沟拉去冰箍,摔进火车里,像一块块不额色的蒙杯,发出生冷冰冷的蓬装声,用抓沟提去,挖在罗南上, 或只靠劳力,很少用手去搬动它,则不禁令人心生感慨,难道我们不也像居一样,被这个骨架的抓沟拖拽摔防,被死神的抓沟拖去改外屋台,轻一点轻一点, 斗志哀鸣求高,人名欲拘,用要去绝对的多手,哪怕也可以离不开它,百名欲拘,多手便成为绝对的悲哀。